歡迎收看 G-Chan Ultra 今天跟大家開箱一下 Edifier D12 立體聲藍牙喇叭 開箱後, 整個放出來都頗為扁啞 整個設計方面都有一個簡約微伏鼓 規格上有 DSP 數位音頻處理 另外支援 5.0 藍牙 同時有 2.0 的聲音 都是一個大功率的輸出 每一邊有70V 的輸出 用到樣貌盤的中低頻 令低頻更加強勁 另外音箱方面, 也會用到木質的音箱 令聲音更穩定及鴻厚 跟來也有Remote Control 基本上所有控制都可以在Remote上做到 同時也有提供 RCA to RCA 另外還有RCA to 3.5 線 反轉機後, 有Line Out Aux In 另外有兩個RCA 插口 Power 插口 電源線 電源線是緊迫的 接住了13M 插口 輪到機頂上 上面有Bass 調音 另外還有Trabble 還有Volume 大小聲 按進去時可以選擇其他Input 基本上這三個按鈕 已經可以控制整個喇叭 最重要是這次提到二路分音 高音和中低音都會分開做聲學結構 既然如此, 打開面板看看旅程 打開後, 大家會一望了然 兩個19mm的高音 這一個是四吋陽霧盤的中低音 剛才提到有C-shirt 有70W 分佈中低頻是20W 另外高音是10W 加上70W 音箱設計方面, 會左右兩邊獨立做音箱 避免左邊會干擾右邊 低音的反射孔 可以令低頻下潛 輸入亦有很多 稍後會試試連接手機 播放一下聲音給大家聽聽 整個喇叭看起來相當震撼 很久都未試過玩 有型傳統的喇叭 現在不如試試夾著新科技藍牙傳訊聲音 聽聽效果如何 現在接上了 連接手機 用Apple Music Nose-Less 格式播放 同時, 低音和高音都會調到最準 以及喇叭的Volum 都會調到最高 希望能做到最大聲壓後 聽效果如何 手機上會調校為三分之一的聲浪 如果太多或太少 我亦會再手動調校 盡量讓大家聽真實的喇叭聲音 今次我會採用無線Mic的收音 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更真實的效果 出版人這些收音 叫《Ya- Balbo 》 雙子 我真的很鑲 現在 都是 後面 作曲 無所不談,你得意與無聊 是我 恨如愛之間 識出一個用作 讓我悶,好好過今晚 聽歌的部分大家都已經聽了 我給了一點點 feedback 先說California 的歌 Live 的效果做得不錯 立體聲音不錯 環境都可以做得出來 好像在聽現場Live的演唱會 另外,人聲方面都很強 低頻方面,我覺得力度不足夠 快上、快下,一點點就會離開 另外,聽到Mac 不怕、女聲方面 因為Mac的聲音本身屬於厚底 聽出來時,都聽到Mac的寸透力 以及後低音都很舒服 聽到一種滄桑的感覺 但到中段,一到有音樂一起湧出來 這對喇叭就好像控制力差了一點 會做到音樂和人聲太近 以及背景音樂虛了一點 聽歌方面,效果就是這樣 現在嘗試在YouTube上找一些影片播放一下 看看這副D12看片的情況又如何 尊敬 Be Brave, Be Brave, My Real Boy 剛剛有看過Pinocchio 我現場聽的時候,它的聲音很明顯 很明顯聽到所有對白 環境、場面都可以接受 不是很震撼的聲音 但整體來說,如果在一間房間聽 聲量和聲壓都可以 最後跟大家做一下總結 這次Edifier D12 我自己覺得它的人聲蠻出色 如果你喜歡聽人聲的話 其實這支喇叭是做得不錯的效果 聽說表現也是可以的 唯獨是差了一點,低頻就不夠震撼 Edifier D12 售價不需要$800 其實都蠻值得玩的 只要買它的尺寸和重量 都已經值回票價了 今天跟大家測試了Edifier D12 藍牙喇叭 今次的開箱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請大家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 看看有什麼新的電子產品 再分享給大家 下支影片再說 拜拜 下一支影片